另外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持续遭到蓝白封杀 行政院长朱镕泰日前发文 这个餐厅点菜说 也被解读是不是暗喻要倒戈 关掉麦克风 叫立法院重新修法 民进党现在怎么样 不只是独大跟独产 他变成皇帝了是吧 惊爆前一天总预算写上内幕 民众党立委张旗凯 支持民进党 胁迫在野签订修法切捷 现在被监督的行政院 现在缓过头 指挥立法院要修法 任何民主国家出现这个事情 都是丑闻 这变成国际上的丑闻了 气到派出怒骂 就是因为协商休息时间 民进党团 一次关掉麦克风 私下瞧解放 虽然让步明年度 先提高进法补偿一万元 但却要求在野党修法 降低补偿金 这话蓝白当然听不下去 民政院会以最大的诚意 来协助他们 满足他们进法补偿的一些需求 但是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听不下去 虎控对方不为原民立意着想 走预算案持续卡关 新人民掌朱龙泰热钱发滚 以餐体点菜逼逆朝野僵局 但却持续遭蓝营警咬 根本是在暗欲倒戈 借着倒戈的民 解散国会 如果真的那么想倒戈 要解散国会 民进党可以发动 没有一个执政团队 希望能够用政治上的不稳定 来造成人民的困扰 所以倒戈是宪法上面的规定 但是是非常非常万万不得已的手段 重申贴文造化抽重点 倒戈是不得已手段 面对蓝白强硬态度 绿尾们也幽默加油打气 不能跟习模妥协 习模妥协你就被习模牵得走 我们希望大家互相散化感化 总预算案 周四将第三度协商 何时才能进到 实质善查阶段 各界也都在看 接台北综合报道